我求婚 她那個戒指 工作人員 襪子什麼 很正常啊 發生在她身上很正常啊 她一定是那天求婚那天就喝醉了啊 很正常的位置 用一個小指 小指標 對啊 你又茫了嘛 沒有戒指 沒有戒指 真的喔 而且套出來的東西是一個有味道的東西對不對 有臭味的東西對不對 什麼臭味 是綁什麼的 綁那個豬肉的 我現在講一下 我不懂耶 上面已經綁豬肉 你在屠胎場求婚嗎 現在要買嗎 我訂了 她也不知道我要求婚 那我訂了那個求婚的戒指 但是沒有來 怎麼了 還沒有到 趕不上 趕不上 踢牌的就還趕不上 那為什麼擠著球呢 那天結果是被拱的 但我反而覺得那天的氣氛 才讓我成功 OK 否則還要再經過一些些的那個 那為什麼要拿綁豬肉的相片 好 那天就是 那我就約她到一個餐廳吃飯 想要再更確認更進一步說 我可能要跟 我要跟你求婚怎麼樣怎麼樣這件事情 那下次我在設計啊 有氣球有什麼的 有這樣想 所以就等於在聊天啊 在這聊天的過程當中去的那家店 就是友台 現在正夯的一個料理廚師的店 OK 詹姆斯的店 是 對 在那邊 對 那詹姆斯說 哎呦 你們兩個來了 那好 就開酒 開個紅酒來來慶祝一下 哎呦 慶祝我們邵星難得 現在就這麼穩定的 這半年來都帶同一個女朋友 是 我才正要切入那個主題 反正就被這個紅酒一到 大家就已經開始 又開始往旁邊扯了 扯的過程當中 我一直想要切回這個題目 扯婚 可是問題是怪了 我那天沒有打電話給任何周遭的朋友 可是三不五十門一開 就那個人來了 三不五十來 克里斯又來了 OK 三不五十那個誰又來了 就是撞上的 對 大家都來了 就這一桌 本來只有我們兩個人 再加上老闆 後來變成兩桌病桌 十個人 我想完了 這樣怎麼回事 我就呢 比方說把黃哥哥就拉到旁邊 我說其實我今天是怎麼樣 我這個心情是怎麼樣 在一個酒憨兒的時候 這個人就瘋了 他說真的嗎 那就現在啊 其他十個人是什麼事情 他要求婚啊 怎麼樣 全部站起來 求婚 求婚 然後他們弄得很那個 旁邊的人 還包括那個店裡 因為去太熟了 包括店員 全部把桌子 沒有人坐的桌子 全部往外推 這樣空出一塊地來 求婚 跪下去 求婚跪下去 弄到另外還有五六桌 別的客人 他們弄弄弄弄 也站起來在後面 求婚 求婚 就全場已經有二十幾個人求婚跪下去 對 那我老婆其實已經合到舌頭有點短了 OK 你真的要求婚嗎 你問我這句話我能不求嗎 是是是 是被被趕著哭了 第一個是他那個地板做的不好 以後 那家店要注意 第二個是 我不知道 因為或許吧 四十歲了 才 才開始 這樣開 對 等等 所以就上來 跪下去 然後我就 是那種哽咽 我有看過有一集 大男人的那集 就跟那個 楊巧妮講 就是那種那種哽咽 是你要把話說出來 我 但是又被人講說 你不能哭 求婚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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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醜 好醜 真醜 就在很醜的時候 大家說 知道你要求婚了 戒指 拿出來戒指 我當場回復到清醒的狀態 OK 沒有 就回頭 就看所有的人 眼淚這樣流 但是我說 戒指還沒有 我講著很小聲 戒指還沒有到 可是 我老婆在那邊已經很開心 她一直笑 跟她另外一個姐妹說 她在幹什麼 她結婚的人還要哭 我都沒哭了 她在哭了 還好她沒有聽見 沒有 沒有 很懂得到 老闆 她們是就 衝進了她的 那個 廚房 冰庫打開 那他們那一塊一塊的 那種大的肉 是外面有塑膠布 那個綁起來 是用那個 橡皮筋 她就挑了一條粗的 抽起來 然後就 快快快這樣 揮一揮 快就這個 謝謝謝謝 這什麼東西 這什麼東西 招上去 一截一截 你有看過那個戒指 戴得像白紙那麼大 就她整個手 就一直纏 對很大一個 纏到這邊一個戒指 而且你太得知道 我彎不起來 你太得知道原來是套豬肉的 過來她才知道 那時候真的她很嗨 她說哇好棒 這什麼戒指 還問我一點 好 那我們要祝這三位的婚姻幸福 謝謝你們今天告訴我們的故事 謝謝 謝謝